我們這個學生是用我們現在非常有型的 現代台灣式的標準國語 也就是那個支支支跟那個支支支的中間 對不對 不要那麼收 就收就好了 自己看他剛才的這個 譬如說說 這個太說了 說 也沒有太說 有沒有太說 太說 太說的中間 就有時候你們看到老師的時候也不是說老師對不對 哎呀我太卷了 但是老師就太卷了 所以我們台灣式的就是取兩兒童中 在那個中間也不向左靠也不向右靠 搞不清楚你是藍是欲 藍欲和解 所以就 師就好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剛剛學生就是用台灣最流行的年輕人 最標準的中間 中間的方式 好 那當然他下面繼續還要念成這樣 那我們就不念了 那最後那個考試啊 哇 要你三分鐘之內講一個台灣小吃 好 這個讓我想到 常常那個金牌麥克風的節目 就有最後30秒PK對不對 看誰最後這個平手的演唱者 哪一個在30秒之內可以唱出 讓評審一聽就確平中選 那選歌很重要 同樣的 他說這個的語音為主 但是內容為符 那你想如果你要考這個試 那個叫你講台灣小吃 你會怎麼講呢 就像這個30秒PK定生死 雖然內容不重要 可是你要講什麼內容 才能夠像只唱副歌對不對 不要唱前面囉哩八嗦的 唱個副歌 然後你的音色肢體 怎麼樣配合起來 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我們考試用的一些方法 這個方法絕對不完美 尤其我們在做這個 心理系的老師 一定會發現這裡的那個 吸引度 效度啊 各種我們都要重新來思考一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談談三種口語表達 這三種先從思儀開始 因為我自己20歲的時候做國慶晚會的思儀 所以思儀對我這個 我的人生呢 從很小開始就一直做思儀 做到現在 別人結婚我還是思儀 哈哈 不是專門做思儀 所以這個還要去訓練 中正大學的學生做思儀 馬上12月1月要訓練 我們來看看 對於思儀的口語表達 有一些個要求 我看一下 可見呢 我們在辯論的時候 對於辯論者有相當的期待 對不對 當他用比較口語的方式 覺得好像馬 當馬英九用比較口語的方式 哎 哎 哎呦 那蔡英文覺得太不莊重了 你太不尊重我了 你怎麼可以用這麼大白話的 這樣子來跟我互對 對不對 互相對應 應該很尊重的方式 所以才會被別人做文章 所以他很輕調 那還有在辯論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注重辯論的咬文嚼字 所以也非常來用這個做文章 譬如馬總統他講2024的時候講成 用我們的那個 對不對 4講成了2024 請問是2020還是2024 當然馬總統說哪有2020的 就是2020嘛 對不對 那2024就是2024 好 還有他的協商呢 講成了誰商 就被媒體做文章 那他的逆風高飛 更是逆風高飛 這個都是在他辯論的時候 發出的這個 咬文嚼字 出了小字誰 小字誰的問題 那還有 我們覺得好像辯論的時候 就算你是病死了 你也不能咳嗽 那很多時候 他們這個競選到後面 這個都已經 聲音啊都已經完蛋了 然後病體啊 拖著病體 所以不斷的咳嗽 也會受到媒體的不滿呢 好 第三個 講到口音 那我這個宿命啊 我從三十年前 嫁給這老公 前面做的是我老公 請大家看一下 因為今天怕沒有人來聽講 所以老公親自來 自被聽眾 自被聽眾 因為 因為嫁給老公 是 從三十年前 就得要 幫著他在前 在旁邊 隨時坐著隨戶 替他做翻譯 所以這個口音呢 是一直隨著我的 那麼我覺得 要能夠做好口音 剛才講到了 前面講到了思宜 對不對 思宜其實是退在後面 那口音 其實也是退在第二線的 不能夠超越前面的 這個要 演講人的風采 思宜也是一樣 不可以搶人的風采 雖然我是很愛搶風采的 可是一直壓著我 要我做思宜 要我做口音 這麼多年 就是要斷入我的個性 那做一個口音人 呢 重要的是 還是一樣 要準備 就跟剛才前面做思宜 辯論跟口音 都是要做外全的準備 都是要做外全的準備 那我們來聽一個陰境中的例子 陰境中的例子 陰境中的例子 你來看看這個做口音的人 真厲害 聽聽他的口音 他從英文 即習口音翻成中文 很厲害喔 很厲害 他會跟著那個同目 那個講員 他的異陽對錯 然後他的什麼時候停 他也停 什麼時候走 他也走 而且聲音給你的感覺 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你戴著耳機的時候 就像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聽廣播 那個廣播員呢 如果大聲地跟你嘶吼 你會很受不了的 他一定要微軟地跟你到來 訴說人生的故事 在那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讓你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就像在你的耳邊跟你倾訴 一樣 那個同步口音人員 其實他就是這樣 因為戴著耳機的時候 就像是在深夜聽廣播一樣 那我們做同步口音 做了三十年了 那應該是練成一個精吧 但是 其實 做同步口音的時候 常常會 常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常常 讓這個同步口音人員 把他們操得很慘 覺得這一場下來 讓他做一個小時 讓他翻譯 其實你知道 半了二十分鐘的時候 這個人就已經 腦筋一片空白 即將要昏死過去 因為二十分鐘 你要集中精神地 在這裡不斷地 他說一句 你說一句 你要從他重新把它組合 再說一句 對不對 其實非常大的負擔 二十分鐘就要換人才可以 不能讓一個做口音的人 做一個小時 那是不人道的 一定要記得這個 所以做同步口音 或做翻譯的時候 常常是有兩個人 在這裡面 同時 一個人在做 另外一個人就聽著 二十分鐘就換人 然後呢 你繼續聽著 對不對 再來二十分鐘換人 要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一直知道 他在進步狀況 一直持續地在狀況當中 那做一個做口音的時候 當然你不能夠聲音奪主啊 所以我常常要仰望著講員 高山仰止 覺得能夠替這個講員翻譯 真的是我畢生的榮幸 而做一個好的口音人員 如果講員很差 你不可能翻到什麼了不起的 好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好的講員 才能造就好好的議員啊 那有的時候你看 在翻譯的時候 我的學生常常問老師 老師 我們怎麼樣在上面 才能夠不緊張呢 我們在眾人面前 常常很緊張啊 但是我說 我們不是不緊張啊 我們是看起來不緊張 所以當我在翻譯的時候 我禁如處子 對不對 其實我這裡面 火山要爆發了 這澎湃羞湧的不行了 因為已經二十分鐘 我已經受不了了 腦子已經一片空白 有的時候 動如脫土 那個表情啊 所以我的講員都已經笑死了 當然我已經太超過 那常常我那二十分鐘以後啊 我已經一片空白 他就 你說東來 我翻西 其實完全是 那個 他講什麼 我已經完全不知道 我就講我的 但是我不能夠告訴大家 我在講我的啊 對不對 還是要覺得是很順暢 因為過一段時間以後 慢慢會回過神來 又回復過來了 所以不能打斷 我要繼續地演下去 所以他就讓我非常的 對於 你記得 在南非 曼德拉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你看我已經二十分鐘以後 已經無倫次 對不對 曼德拉的 Memorial Service 那個中文叫什麼 桑里 桑里上 有一個手語翻譯人員 那個手語翻譯人員呢 最后被人家批得很慘 對不對 說那個手語翻譯人員 其實是一個騙人的 他完全是亂翻 他根本沒有手語能力 我常常覺得 而且那個翻譯人員呢 他翻了一半說 天突然開了 他看到了異象 看到了這個天使朝他走過來 我常常在座口 我一直覺得天開了 我看到了異象 因為我已經昏了 所以我非常能夠理解 我覺得很同情 這對手語翻譯人員 因為常常我做口語的時候 就有類似的狀況產生 常常是 輸到用時方更少 辭到逆時頓絕窮啊 真的是 就像剛才 我突然就忘記 Memorial Service的中文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讓我想到 我們這個腦子裡的這個詞典 到底是怎麼排列的呢 如果我們回好幾種語言 到底我是中英雙幾詞典 還是什麼樣英英詞典 什麼樣詞典啊 我們語言學家是會去研究 從我們犯錯來回推 大概我們裡面的詞典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學期呢 我在教語言與文化的 通識全英語 稍微點一下 通識全英語教學 這個不用實力點進去 這個是 那個裡面 那個裡面 把我們這個學期 所有的 教學的實況都 放在YouTube裡面回去 我要說的是 在這個課程裡面 因為我們在教大家 怎麼樣能夠有效的 做口語表達 對不對 那在課程裡面 學生也要做最後的期末報告 所以呢我們就要同學 要同儕互評 你會發現我所列的 也是跟我一開始所說的三個原則 是互相回應的 當同學們在互評的時候 第一個 他要看內容 也就是 你這個期末報告選的主題 到底能不能引起人的興趣 是不是我們的大C 對不對 是不是重要議題 以及它是不是 就是很重要能引起興趣 那第二個就是目的 我要學生評說 誒 有沒有將我們 通識教育的目的 在你的報告當中顯露出來 我們的通識教育 無限通識教育做得真好 那個 它的原則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譬如說 要合作 曾經有學生說 老師 我可不可以自己一個人一組 我說不可以 因為那個違反我們通識教育的精神 通識教育就是要讓你學著跟別人合作 一起來解決問題 他就很 說我自己一個人做做得很好 我跟他一起合作 他說我脫下水 但是不行 就是要 work together creatively 這是重點之一 然後呢 是要解決問題的 而且 解決了問題以後 要能夠 很有效的溝通出來 這個是我們通識教育的目的 那第三就是呈現方式 對不對 學生就記得非常清楚 當你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彼此之間的連貫是什麼 學生常常有一個盲點 他會塞大部分的資料進去 塞一大堆的影片 塞一大堆的圖畫 還有練了好多好多的字 覺得說我給你衝一下這個資訊 我讓你資訊爆炸一下 那叫我總可以點到吧 但是他忘記了要將這個東西連起來 所以我們學生每次在做評量就說 這組可不可以少 就是把一些的PPT給剪掉吧 然後呢 將它串起來 只要有一個主題說清楚 讓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帶著這個觀念走出 然後呢 我們又在課堂上面看了一下 學生們常用的一些策略 有些策略我們覺得是非常好的 譬如說 但是這些策略 並不是放諸四海接準 有的 譬如說一開始 要先詢問一下在座的人 對於這個概念 到底知道多少 這是一種策略 這是一種策略 那最下面這兩個呢 最下面這兩個我跟學生們看來有點不相同的 我倒想做一個調查 最下面這兩個就是 當我們做英文的報告的時候 我應不應該 這個有兩個 第一個是 read the PPT word by word 意思就是說 read the PPT word by word 這個叫做 word by word 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的念 這是其中一種你呈現的方式 第二種呢叫做 word for word 也就是我現在在報告的時候 我就check if the audience understands by asking questions emphasize keywords 你看我在讀 我在念我的PPT 而沒有把它講出來 所以這邊呢 尤其最後這一個 我們的學生覺得 如果是英文的報告 念PPT他們覺得反而是很好的策略 因為有時候學生的英文講得模模糊糊的 聽不太清楚是什麼 如果他照著念 至少你可以看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學生覺得這個策略很好 但是我們常常做報告的人 覺得這個策略不是最好的 因為你讀的比我念的快 當我念了一半 你早就讀完了 所以呢要用說的 用說的 這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最後呢 我用一些個 我們在訓練別人做口語表達的時候 尤其在教外語 在教外語的時候 也是一樣 要譬如說你現在在教外語的時候 你有一個 也是要將你要講的內容 跟你要怎麼樣來講出來 要訓練學生 譬如說現在有一個 你教他講英文也好 講日文也好 請他將世界上的人口的先後次序 把它排列出來 然後說明現在人口爆炸的問題 這個是內容 那你一定要有相關的資訊 知識 就是詞彙跟句型 對不對 是左邊 那右邊呢 當你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個討論的方式 所以要有一些個 一些個呈現的方式 你要怎麼樣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才能夠有效的討論 好 那我這個地方跳到這邊 那我這個地方跳到這邊